怎么判断兰花是否健康呢 我教你一眼看着哪里出问题 第一,看这里 炉头这一节 如果发黑或者是有黑色水印 不用看,是禁腐了 禁腐超过三分之二就可以扔掉 我也救不活 第二,看叶片 叶子有黑点点或者是胶间干枯 是感染了病害 剪掉后,给它喷点杀菌药 就能有效控制 第三,看根 白根是心根 黄根是老化根 黑根是烂根或者闷根 是肥多水多或者土壤不透气导致的 这种是空根 时间长不浇水就导致空根 第四,看盆土 盆土发霉是均害 盆面发白是酸碱度失调 盐碱化 还想多学两招吗 关注我,下期继续